OBS 它是一个可以做桌面录影 那也可以做即时的那个直播 它是一个多用途的软体 那不过它需要一点点电脑的效能 所以如果你又开MIT又开OBS 现在这台电脑可能会动作恍慢 像我这台是还好 那OBS我稍微给各位看一下画面 如果有需要要学的话 等一下再跟我讲 我切换一下画面 OBS长这样 所以这个是你电脑的画面 然后它可以切成那个工作室模式 就左边是你预先准备好的画面 这边是直播出去的画面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去找你的任何来源 去叠加那个画面 比如说我有我的简报 然后我又要把那个镜头叠加进来 然后我要叠一个什么浮水印 就可以在这边做叠加 那叠加好之后呢 在这里 叠加好之后在这边直接按特效转场 它就会把这一个画面送出去 那这个就是直接播出去的画面 那所以它也可以做桌面录影 就是原理就是你只要把你的 那个叠加的那个内容 就放桌面就好了 所以它就很简单 它就可以直接做录影 那好处是什么 它的解析度是可以选的 我们之前用Google的MIT 解析度只有720 不管你怎么怎么录 解析度都只有720 那720的话对一般的教学可能还可以 但是对像我们电脑课的教学 那个有时候软体上面的按钮 那个字都很小对不对 你用720的去录 录出来放到YouTube就看不清楚 就看不到那是什么按钮什么字了 那所以如果你需要比较正常的解析度的话 会建议你用OBS去录 所以我现在是有开OBS在背景 直接录我们上课的内容 然后OBS里面 它也有处理声音的跟影像的外挂 所以如果你没有钱买比较好的麦克风 你买很烂的麦克风 它也可以帮你做AI降噪 或者太小声变大声 它都可以当你有滤镜可以处理 所以我可以当下一个小声变大声